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罗马前程用了多少天 谁割下笔块床 不归赢了兔子多少圈 等多久随地试穿 正面一家里的女儿 谁说的挺简单 也不错 难道世界好多年 往前走 趁时间还早 这一条长路 刚走到山脚 往前走 多勇敢叹号 沿途的故事 一切过 更重要 第二十五节 国际部交流之旅 上 有一部分你我开心快乐交流 小朋友们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国 生活着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朋友 你们知道 遇到他们的时候应该如何相处吗 这不 秋实小学也遇到了这个情况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同学们早上好 下面我简单的聊两句啊 今天是一个阳光灿烂又振奋人心的重要日子 我们深深期望的一群特殊的人儿来到了我们秋实小学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秋实小学国际部的小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秋实小学国际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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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院 太帅了 我欠了 我欠了 冲大了狗牛 都能被他们收服 看看 这就是国际部孩子们的风采 我们做错了 先生 我们想再做一次 看看 看 到底是国际部的孩子们呢 对自己高标准高要求绝不服输 刚才的动作有那么一点点不整齐 他们就要求再来一遍 他们都是自己这么阳光 ヘヘ In my head ヘ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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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到了抽签环节了 我看哪个班级能够成为幸运儿 作为文化交流班 和国际部的同学们近距离的交流和学习 我宣布成为文化交流班的班级是 同学们 这趟国际部交流之旅 是咱们修持小学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咱们班有幸被抽中 选为文化交流班 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校长和全体老师们 希望你们能够敞开心扉交流文化 给他们留下一个最难忘的交流之旅 好不好 好 这里面的东西 你随便用 我的老根呀 我可想死你了 这可是我拔边天下最结实的老根 其他东西你随便用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极拳 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将就政府 稳儿 松 柔 祈恋太极拳在刚柔并济 轻巧平稳的动作中 伴上力量的流淌 体会中华文化瑰宝的存在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危险 让我来 没问题 OK 适合 行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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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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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唉呦 唉呦 秋 후대 黄roportion -秋 infrared -唉呦 -唉 -唉呦 你 你 你不是 我现在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这次宝货奶奶 居然回家不说 买个辛苦第一次包饺子袋 不用勉强啊 我包好了 好 我花完了 我的天哪 这是这个岁数小孩能画出来的画 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吧 小细母 你 你那个手是照相机吗 我帮你帮我看得出好的 我看得出好 我看不见她 我看得到她 哎 别提了 你不知道我这周末过的 你们三个堵在门口干什么呢 妈 妈 你别盯着人家看 生死了 这小姑娘多好看 妈 妈妈呀 像个羊娃娃一样 妈妈呀 从小就喜欢羊娃娃 这样 我就是我妈妈的羊娃娃了 班长 你可能这羊娃娃有严正的误解 要不你去洗洗吧 对啊 这样你也违反校规了 那 那你能怎样 哎 哎 你要先 受伤力太强了 我记得 还有一个人 也带了国际部学生回家 徐逗逗 徐逗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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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他非找到不可 多亏了他 学长的人已经快杀了一半了 果然如此 什么意思 那全国际部学生不是个要转告要求 什么都不服输 都要做到成功为止了 那就让他们自己挑战自己 我明白了 哼哼 生日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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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品牌 这就是 不行 这都要负责 不行 不行 让可瑜估自己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才是真正的中华物资 魅力 为何你做的 想要多到这玩意啊 必须不停地练 哎呀 这怎么搞的嘛 抓个树荫怎么也能晕倒啊 这这 哎 绍一绍一啊 醒醒醒醒啊 哎 绍一 耳朵你 特厉害 能在树下憋起两分钟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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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哎呀 怎么搞的嘛 憋个气 也能憋怨过去呀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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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啊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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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叫我们来什么意思呀 我们已经这样站了五分钟了 是不是该说点啥 说啥样 语言又不通 找了 气势不能说 他们在说什么呢 不会知道 我们把他们耍了吧 别乱说 那是他们自己笨 来 气势 上 什么 сте 起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不错 真不错 完了 他们不会发现嘛 是不是够啰啰事了 傻呀 是我们做的 死不承认不就好了 lais 所以你们承认是你们做的了 你学会说中文 我们和你们无冤无仇 但你们却如此杀我们 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我们应该出生个啥呀 红尼 啥东西 反 反正咱们不能输 老天爷 抱抱我们 我们的孩子居然和国际部的孩子打起来了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简直是荒谬至极 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们并没有打架 也就是六个人头抵着头 占了一届客而已呀 那也不行啊 这次交流的意义你们不是不知道 刘老师 操场 这是怎么个事啊 听说是被国际部的随行体育老师给伤着了 受伤了 严重吗 这 伤这儿 一定要经证 这次的交流啊 一定要源源满满的成功啊 不管他们跟我们的孩子有什么样的误会 都必须彻底的解除 不如咱们举办个联欢会吧 热热闹闹的 欢乐一家亲 现在还有时间准备节目吗 那集体看电影 咱们什么都不需要准备 大家安安静静的 也不会发生什么冲突的 鼓动太少 怎么能够凸显双方之间的友谊呢 那就去游乐园吧 孩子们玩起来啊 一下就变好朋友了 咱们再拍点照片 作为证明 这个 鼓动太多 如果出现了危险 谁能负着这个责任啊 我有一个想法 不妨举办一场公平公正公开的体育竞赛 你说来 听听 体育 是矛盾最好的解药 那有什么运动 是可以兼具对抗性和安全性 观赏性和竞济性 既能展现身体的力量之美 又能展现头脑的智慧之美 再彰显一些 校长 校长 您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于复杂了 校长 那这 我有一个 一个提议 这一集的故事里 秋实小学的同学们和国际友人产生了一些小误解 我帮好了 米小圈为了挽回颜面 用一些鬼主意损害了友谊 这种行为 我们可千万不能学习呀 这小姑娘多好看呀 同学之间一定要和谐相处 不能勾心斗角 无论何时 我们都应该堂堂正正 在公平公正的氛围里 良性竞争 战法 风采 耶 秋实小课堂 秋实秋实 坚如磐石 这里是 秋实秋实实实秋实 没有秋实的秋实小课堂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就 不对 熊老师 哈哈哈哈 今天我 哎呀 为我这一期还专门做了个标本呢 哎 哈哈 哼 哈哈哈哈 同学们好 我是杨校长 都到倒数第二集了 才让我来做主持 我都等得急死了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讲讲 这个又蠢又萌的 西伯利亚熊的 在亚洲的北部啊 有一大片地广人稀的寒冷区域 叫做西伯利亚 这个词在当地达达语里边的意思是沉睡之地 而在这片沉睡的大地上 有一种西伯利亚棕熊 西伯利亚棕熊是一种以植物为主食适度搭配肉类的哺乳来动物 跑得快 还很有耐力 非常适合生活在这种寒冷的地带 母棕熊啊 在冬年的冻雪中产母 啊 每一胎啊 有一到四只 你别看 小熊刚刚出生的时候啊 特别的小 但是没几年 就能长成这么大了 哈哈 在西伯利亚 有很多像我这样的男子汉 还和熊练拳击呢 哈哈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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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爱吧 不再彷徨 不相信啊 不怕都促切尝 去法国吧 勇敢持久 亏信啊 留下冬天盛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